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太美丽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X小包 大家好我是Jord 大家好我是Jord 对非常高兴啊 今天我们这期太美丽播客呢 请到了怪棒玩物的两位主理人 是吧潮玩叫主理人 那你们是大学同学 所以你们大学的时候 没有彼此出柜 不知道对方是 我俩是出柜的 我俩是出柜的 我跟身边的朋友出柜 你们怎么会意识到他是的 就说呗 就是说我是盖 不是在说之前 肯定有一个就是地下党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哎 就是要彼此确认一下 是不是同志啊 革命同志 你们没有这个阶段吗 没有嘛 就是玩的比较好 你跟朋友的话 说对方是不是 反正我是这样 你们就是玩的比较好 然后说起来的吗 对我俩聚训的时候就认识了 嗯 然后呢 然后就一直玩的比较好 比较投机晚 然后呢 我俩还出过一段对象 哇 我这个播客值了 耶 我要去尿尿 哈哈 天呐 我这期太值了 我这期太值了 好 是大学的时候吗 还是大学毕业 大学的时候吧 好 那你大学为什么会大学毕业以后才认同呢 你大学的时候就已经 嗯 你不是 这事 哦 我觉得这件事 你还想隐藏吗 你还想隐藏自己 会啊 你跟同学呀什么的 你不会聊这些 就你不会说 地下情侣 对对对 然后你不会 觉得就当时会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困扰 就是你的不足 问题 为什么他始终隐隐约约的是一个 你觉得是障碍对吧 嗯嗯嗯 对没有觉得他是 啊 我就没有觉得他OK的 嗯嗯嗯 明白 要是等到接触社会之后 才会觉得真是很OK 我也没什么好隐藏 所以我从工作开始 跟同事啊什么的 都明确的 就是我喜欢男孩 我男朋友 这种 很舒适 突然感觉 生活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嗯 那以往 哇 我感觉我对未来的 未来的生活没有什么 很鲜活的期待 感觉还是蛮不安的 明白 哎 那所以呃 你们跟父母出柜了吗 没有 我刚刚我的家里 也很少 这样 然后 所以就一直 感觉也没有这种必要 我也很不喜欢进行那种 很深度的 家庭沟通 明白明白 大宇呢 你先缓一缓 你先从 从突然射死 状况里活过来 多喝水 多喝水 没有 嗯 因为我 因为家在新疆嘛 可能就是不跟家离去出现 传统一些 就是还挺 离得远 反正离得远 所以就也不也不需要特别多的沟通 是吧 嗯 对 但是现在反正现在年纪到了嘛 也会有一些 压力 嗯 对 但是 这个东西 想明白了 就不要给自己压力了 我觉得他还没有 摆 摆平 那个跟家人的关系 对 像我已经 这件事我已经摆平 对 他已经 通了 我还没错 摆平的意思是 摆平的意思是家里人不会催婚 对吧 不是你催不催 跟我们关系 你过你的生活 就独立了 你从家里 对 对于你有 就是父母 我我现在开始觉得 就是父母 我帮不了父母 有的人都觉得 父母养老婆或什么 其实 我帮不了他们 这个东西就各自有命 我遇见什么大的问题 家里也帮不了我 嗯 然后 父母真的遇见什么大的问题 我也帮不了他们 嗯 就是 各自 不要干涉太多 我还下来 看了已经很清楚 就是稍微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 只要是和父母 和原生家庭 是一个很独立的状态 其实出不出柜 无所谓了 对吧 就你本来就过你自己的生活 就算你喜欢 呃 女孩 你也不见得一定要结婚 一定要谈恋爱 其实都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对吧 对 没有什么大关系 然后 基本上就是保持 能一块玩 能 就是 呃 特定的 特定的交集 然后特定的 不要有交集 嗯 明白 明白 有建立一些边界的 对 对 非常好 我我我我也是 我一直概括说 这个叫父母无恩论 就是 中国人太喜欢讲什么 父母对你有恩 你要报恩 然后就把这种 亲情关系捆绑的特别紧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 就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感 我们都是成年人 对吧 父母也是成年人 你也是成年人 你们还是要有边界感 啊 这个没有什么好亏欠的 因为 对 你的基因是给的 你的成长环境也是父母给的 造成你现在的结果 你的一切 其实都是父母提供的 就是 没有什么好 是 是 我就觉得如果要说有恩 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有仇 对吧 就像你说的 好的坏的 那都跟他们有关 为什么只 我只我只 我只看到好的那一面 觉得要报恩 对吧 如果他们给了你一些什么 不好的影响 说我爸为什么不是富一代 对吧 那我是不是跟他们有仇 对 促成了一个你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具体这个结果是怪 我觉得成年人 你很难单纯的用好坏来 对 这么 这么鲜活的一个人 很难的一个人 对 大宇呢 你觉得呢 我 我还在出 就是 对家庭抱有幻想 就是 抱有某种期待 嗯 可能就是我比较会 想关心别人的感受吧 所以就是有时候 会 关心家里人是 开不开心啊 或者是什么的 那 对 嗯 那你觉得你 你觉得家里人 关心你的感受吗 嗯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他们是在 他们觉得对我好的 那种 嗯 他们觉得我 可能会觉得我 结婚 比较好 或者我 参个女朋友比较好 或者我要个孩子比较好 他们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 嗯 之前会更困扰一些 但是 这两年 特别是今年 我觉得 有些东西 你就接到一个点之后 渐渐的就会放开它 明白 就 对吧 你们都没 你们都没 还没到35岁是吧 今年35了 你35了 今年 对 我就说 我的意思是说 呃过了35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因为他们的希望会越来越渺茫 然后慢慢就会放弃 就不管你出不出柜啊 女孩子可能会提前来 男孩子可能会再等几年 但是一样 到了一定的年纪 他们会觉得没用 嗯 反正我就是希望 他们能自己过得开心 就是我 其实对家长的感情生活呀 什么生活 我都很少 干涉呀 我就觉得一切都是 那父母就有话说了呀 你要我开心 那你结婚呀 那这个 过好自己 就是你的快乐 不能建立在别人的身上 你的快乐一定是自己 不能 要求别人来给你 就是通过别人的方式来 别人做什么事来 这你 我 我其实会说的很直接 我觉得父母对子女 有任何的这样的期待 都是情感勒索 和道德绑架 我会说的很直接 我就是假如 我还挺想养小孩的 就是假如 我觉得我要养小孩的话 我就是有一个重点 就是让他 开心 就是 就是让他快乐 继续聊 那所以 所以 那你们一起开始 合作的时候 其实你们会觉得 这个身份 会影响你们的艺术表达和创作吗 我觉得一开始就有 包括你们叫怪棒 对吧 包括你们一开始设计的 这些集宝啊什么的 但为什么就是 怎么说 就是一方面 就像刚才说的 市场环境在变 然后 可能 各群也开始 开始认知到说 我就是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们正好经验也到了 对吧 你们也有能力去 做这样的东西 正好是一个契合 那我觉得就是 我个人认为啊 我对你们的观察 是我觉得你们在 随机男子这条线上 第一个爆款 应该是004是吗 我的观察是 我不知道你们是感觉 是不是 004是一个高潮 但是随机男子 从第一款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 已经是一个爆款 我们从 短短的几天之内 卖掉500个玩具 因为第一款是现 我们从来也没有 就是在这么短时间内 卖掉500个玩具 那004这个高潮 跟我们讲一讲呗 因为我就觉得 我也觉得从004开始 就特别棒 就是一下子 就是不管是社交的关注度 还是我朋友圈 我发了你们这个004以后 很多人都来私信我 真的就来私信我 说哪里可以买到 我相信他们这些人 之前朋友圈 是从来不玩这些玩具的 对 他们甚至也不知道 你们这个品牌 然后会主动来私信 问我说这个怎么买 怎么怎么弄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们一直到卖之前 其实没有 没有那个 预见到这个情况 对 是吧 对只是正常做推广 然后 只有一直到卖的时候 才感觉到 因为他卖 卖完的比之前快 非常多 多快 就是当晚 当天应该就卖完了 对 预售是多少 多少个 忘记 我们俩进行都 都不是特别好 无关 没事 这个节目可以剪 嗯 忘记了 可以看一下公众号 我可以看一下公众号 当时印象就是 因为之前我们会卖四五天 然后结单这样 然后等到004 他当天就买完了 让我觉得先亮先晒 嗯 我相信现在 很多人都觉得004是天菜 就是特别喜欢 但是就买不到 只可能在咸鱼上面是收 嗯 嗯 004当时亮一些啊 一些 然后 我们的造型的语言有变化 我们当时定的是九 呃 卖的时候定的是九百体 好像 然后卖超了 超了几十体 然后最后确定的数量是九百九十七体 嗯 不到 对对对 哦 因为我们给了其他渠道 然后 我们没有限制库存一开始 因为卖不完嘛 然后 九九七 嗯 我们的库存就卖掉了 卖掉了之后 其他渠道店铺的库存也都一直在往外抹 嗯 我们一开始没商量这个 嗯 没想到 就是能把库存卖卖轻的 对 嗯 我们商量着 就是动态着 对动态着 调整 就是比方说我们这边卖多了 那边就少卖一些 明白 但是那一次就是突然 突然卖多了 就是突然卖底 卖爆了 就是卖到下架那种 明白 后来就没有经验吗 你开始 后来就有预见到就开始给给渠道限定 就是你先卖多少体 然后卖完了 我们再来动态的来调 那所以 OK 那我又很好奇 这个004这个设计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记得好像 你最开始放这个图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 我好像跟你有聊过吧 在微信上好像也有聊过 你那时候你们是不是设计当中也有一些探索 也有些纠结最后怎么定到这么一个胡渣大叔的这个形象 因为感觉你们之前做的都是体育生嘛 对吧 这个应该是第一个就是属于有点往熊的方向靠 肉壮 然后那个成熟了很多 对吧 其实也就是事实 因为前面的做的都是大圈审美 当时我们觉得都是像熊这些都是卖不掉 然后要像那种那种大圈的帅哥才能熊 大圈帅哥 你可以总结一下一些关键词吗 就像那个乔结社乔吉社当时我觉得他很帅 就那种帅哥 我都不知道是谁 你要发个照片给我 然后不是那种帅哥有很多呀 就是他可能在那个在在社交网络上比较火的 你可以有些关键词吗 比如说什么阳光 呃比如说什么体育身或者什么 不太瘦 好看 不能太太胖了 不能有骨子 单净对吧 清爽 对对对 就那种 OK 那所以 那所以004 对有点肌肉线条 但不是不是那种胖状的 对吧 对 那所以004为什么会往这个熊的方向走吗 不怕卖不好吗 也肯定是希望他卖的好 希望卖的好 但是 但是做尝试 因为他是毕竟系列的随机男子 对 连着做一样的东西 就是希望就是每每个体型 或者是每个年龄段 他都有他独特的 好看的方式 就是就是希望他涵盖的更广 对 OK 那具体到这个形象啊 比如说就以这张脸来说 是是呃参考了哪些吗 或者怎么定定下来的 这脸 这个就是 逗逗眼 然后这个书 画型画 加了胡子 就是这个创作的过程吧 就是嗯 慢慢就跟画画一样 你慢慢修改到你满意的效果的那种过程 嗯 004之前也有也有过很多条件 胡子也有过条件 然后我还做了他的嘴 那后来他没嘴没有了 就反正就是 对对对对他只有一个胡子没有嘴了 对 那这个这个里面你更接近于你们谁的审美 你们会喜欢这样的吗 这是你们个人的喜好吗 这次我做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 大宇不可以 嗯 我 我爱好很广泛 哈哈 我 我是不爱的类型 我的什么 你什么都可以吗 我就是 因为我 我就是看感觉的人 就是 比方说别人问我 你喜欢什么类型 我都是 看感觉 因为我感觉 就是 我不是很看 很看那个外星 他胖呀 或者他瘦啊 或者什么的 那004你有感觉吗 可以吗 就是 就是我 呃 我是可以的呀 就是我 我可以的话 我是 我们是不会一起做这个东西的 ok 对啊 所以 每一款 随机男子 都是你们两个人可以的 对吧 基本上 主要应该是 我们比较可以的 然后 我 我们再来过 因为我做不出来 我不可以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 我做出来 然后我们一起来过 可不可以 好 然后大宇 大宇又是一个口味很杂 所以他都可以 对 我就是 我是主要是 提一些辅助意见 如果按照我自己的 有的时候会变得很乖 就是因为我的口味有的时候比较奇怪 需要我来综合一下 可能 给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004有哪些 你是一傻而过的一些 你觉得比较重口味的点 被大宇搬过来了 不太记得了 但是恶魔的那个皮鞋 我就觉得巨型了 当时他就说 大家不会喜欢 我觉得这么帅一些 不可能有人不喜欢 然后大家真的不喜欢 大家很不喜欢 004的那个绿的鞋 我也觉得超帅 这个 当时很多人 就是觉得绿鞋不可以 但是当然后来 大家拿到食物之后 觉得也还不错 我也替大家说一句 这个为什么是黑袜子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是黑袜子 001是白的 002是黑的 003是白的 004就是黑的 我不管 为什么不是白袜 就是这个黑袜白袜 这个问题 就真的是属于一个 重口难调的问题 我觉得 就是如果是 真是做到 你不喜欢的白袜 或者你不喜欢的黑袜 的话 那就是真是不好意思 但是的确是 我知道 就是这个人可以的话 他穿黑袜子白袜子 其实你都觉得性格 但是如果这个 这个很聪明 这个话说的好 看的话也不可 所以 我知道我问这个 其实我觉得 如果现在有弹幕的话 应该一半弹幕会赞同我 说为什么不是白袜 对吧 可能另外一半弹幕 就会说 这个创作者的意见为重 我就是喜欢黑袜 我不要白袜 对吧 我其实会很理解你们 对 所以故意这么问 对 我也觉得 有些东西 可能比如说 这个形象 可能是 绝大多数人 都会觉得很喜欢 包括这个身材 对 但是这个可能又 又 就是我觉得做具体 有两难的地方吧 对吧 因为它必须很具体 所以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能就非常喜欢 对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可能会很不喜欢 而且的确 像我 我就觉得可以不要这些腹肌 如果是一个圆滚滚的肚子 我会觉得我也能接受 而且我甚至觉得更更棒 对 但是有的人可能觉得 哎 有腹肌才性感 啊 对 这个事情的确是 嗯 这个就是 像随机跟其他玩具不一样 就是 其他的IP 他买的话 他会一直买 就是因为每个差别都不大 就说一个 始终就是不停的换 换衣服 换换主持 对 他会一直买 但是随机不是 随机玩家会针对每一款都做 做取舍 就是做决策 我买这款 不买那一 这款 就每一款 他都是单独考 明白 哎 那 那004 大火 而且 呃 虽然你们已经卖了小1000款了 对吧 但是还是有人不喜欢 啊 不是 没买到 还是有人没买到 呃 那为什么没有考虑说 哎 005延续一下这个风格呢 然后就变成了呃就是怎么说更更壮的一个一个足球运动员 嗯 嗯 这是属于我们的一个 对于这个系列创作的一个执着 就是希望他能涵盖更多的更多的嗯 类型 对我们也不是 就是就是老是做同一个类型也挺没意思 嗯 你推一个项目推两个月 然后都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挺折磨的 嗯 因为因为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呃 怎么说就是005相对于004感觉更加的大支 对吧 而且皮肤这些细节的处理也感觉到说呃就更加的黑黑状吧 对吧 嗯 嗯 呃 足球运动员是006然后005 哦006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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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对对所以你们一直在就是去调整即便上一个火了你们也不会延续是吧 尽量不要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就找到各种各样类型霜杂 ½ 对对对对对对的 أن onlar 也就是我们做系列的一个算是中心思想的就是一个主旨 就是 那个 就是你能从各种各样的类型 decided to range 这是一个主旨就是你能从各种各样的类型之上找到性能的点 嗯嗯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很棒因为呃 LGBTQ其实就是需要说 包容多元 对然后所有的点 对于你都是gay了 你就是应该更理解 世界的多样性才 我觉得 但是 倒没有这么大 它的初衷没有这么大 主要单纯就是因为 我们我们自己就是觉得 喜欢类型很多 各种各样的 反正都还可以都想试 都可以尝试 很多人他都有他自己的 独特的好看或者可爱之处 对有的人他可爱的点很奇怪 比如说他说话的 某一个地方很可爱 或者一开始可能 你看照片上你觉得 这人完全不OK 但是你接触之后 你觉得特定的时候 就是很OK 很常变 如果你经常接触现实的人的话 而不是一张一张那个头像 社交软件上的头像 明白 make sense吗 我那我那我顺着这个 再问个问题啊 因为现实生活里 其实呃我觉得 大多数人只会有一个伴侣嘛 对吧 虽然呃会有所谓的什么呃三口之家呀 会有开放关系啊 呃 但是基本上 因为其实也很累啊 谈恋爱也是 也是很消耗你的精神的 对吧 就是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个伴侣 但是我会觉得说 诶 我我至少在玩具上 我可以拥有一个所谓的 我自己的后宫 我可以喜欢 我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人 对吧 这个你觉得 嗯 会是会是一个就是 怎么说 动力吗 或者说会是你自己的一个投射吗 嗯 应该 不算吧 因为你不说完具的话 你也可以喜欢各种各样的明星 或者 嗯 就跟这个偶像爱或者什么的 比较像 或者一些游戏呀 游戏角色 或者你本身就是会喜欢各种各样的角色 嗯 就是说 呃 不是说我一定要跟这这种人发生 就是他没有具体的要跟他发生关系的 比如说杰洛特我也很可以 就是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现在喜欢 你就想要 然后你后来你又看到另外一个东西 也喜欢 也想要 对他不要求你对他一对一 如果你是这一 他不要求你只能有一个玩具 说必须排一个我最喜欢第二行 玩具他不要求这个 对玩具就是喜欢就买很多吗 感情有排他性玩具没有对吧 嗯 嗯玩具就是你 就是你喜欢什么就 能可以得到就 没有很多约束 嗯 呃 说说说说具体的一些制作当中的问题 呗 因为我知道你们呃 之前都一直住东莞嘛 对吧 因为离那个玩具场近 为什么一定要到现场去了 呃 比方是做的品就是品控啊 质检啊 然后 然后比方说有的时候你不在那边的话 工厂会把你的单往后排气 如果你在那边的话 你就可以经常去催他 让他早点做 对 就是跟工厂沟通会更方便一些 直接一些 但是你们还是会遇到延期的问题 你们的延期礼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传统了 对吧 对 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难把控 嗯 就他在各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出问题 嗯 给我们举点例子 比如说之前出了哪些问题 比如说之前疫情的时候 他就老停工呀 停工完 然后就潮 潮和环保有限电 澳大利亚那个 保有限电 这些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 这还不包括货没做好 然后反攻的情况呢 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货做的不好 我们一个一个看 然后要大批量的反攻的这种情况 也是有的 就是各种各样因素促成了这个货期变得很不可捉目 对 就是反正实际生产之中 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吧 嗯 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北京跟东莞两边 东莞有一个点 也是疫情之后 疫情开始之后 不是疫情结束之后 疫情开始之后 然后我们最早的订了几款玩具 出货遇到很多困难 就是来挑战 对 然后索性就是直接过去 对 当时也不算直接过去 当时就是觉得你 因为每次过去时间很久 住酒店又不是很划算 然后那边房租很便宜 嗯 所以 还不够租 嗯 这间房 然后还能放一些东西在那儿 放电脑啊什么的 可以在那的时候也可以工作嘛 明白 所以你们一般住东莞就住几个月呢 三四个月 啊 我们每次预计就是一个月 每次都超 我待的时间更久 就是延期嘛 结果每次都延期 有的时候让我感觉做计划没有意义 我一次按照计划最终实现了 后来我都不想做计划了 OK 大鱼最久待在东莞连续待多久 也说三月吧 三四个月 三四个月 当然以往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健康宝 他不给我们回 北京管的特别严 我还想回北京 回不了 好烦的 所以住东莞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你们比如说吃啊 什么各方面习惯吗 感觉跟北京差异很大 不管是气候 对吧 还是饮食啊 还是各方面 他们我们在东莞住的地方没有河马也没有山姆 这是对我们 因为我们所有 他在工厂旁边很郊区是吧 因为东莞是很多镇嘛 也是一个生活镇里 然后其实我们住的那块生活也还可以 也算 在当地算方便的 就是跟北京比 肯定没有北京这么方便 你想点一个什么 生鲜的东西啊 就很方便吧 那边没有这种方便性 但是就是 通过别的方式来解决 什么方式 你在那边可能就在那边的食谷 比方说在那边 京东上买的 没有什么 当天可以马上买到的冰鲜鸡肉啊 或者什么的 你就买 但是对我来说 我在哪都生活都适应 你们自己做菜吗 我们只做很简单的东西 理想的情况是要自己做的 因为我血糖不行吗 我没法就是 就是普通的外卖全是大主食 我吃不了 我北京的时候 能点一些什么西贝啊 然后这种就是 不要搞很多主食的那种外卖 所以我在东莞的话 最理想的食谱 肯定是要自己做 就是自己煎个鱼啊 然后或者摔摔肉啊 或者煎牛排啊 什么的这种 就是以肉为主 这样 但是不全是这样 如果我们忙起来的话 真的是每天吃外卖 那血糖也控制不好 其实 OK OK 所以所以东莞 你觉得遇到过最有趣的事情 是什么 常住那边 最有趣的事情 或者最奇葩的事情 那边有很多同行 我们在那边有 玩具同行 特定的朋友 然后有这种 行业的氛围 在北京大家住的很分散 而且北京作者 他有一种艺术家法 就是他跟广东还是不太一样 北京的也有做玩具的朋友 但是他们都偏向 偏向艺术口 就是有点像宋庄 就是《恒宁离岸》那种风格 《恒宁离岸》风格 创作跟创作一些 《嗨21》的那种 《铅花狼》的那种风格 在北京很多 然后在广东的话 就是 嗯 更 更玩具一些 因为那 做生意 很实惠是吧 很实在 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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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潮流 商业化 对吧 就是流行什么 做什么 嗯 对他也偏向 他会接触的东西 他关注的东西 都是比如说抄牌 或者什么 这种 在北京的画家 都是艺术作品 表达呀 或者艺术家呀 OK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生产 必须是在 是在东莞呢 中国别的地方没有吗 就是那边就是 生产这个最 最好的地方 不光中国 全世界的玩具 都是在东莞生产 我我自己经历过 一个事情是 呃 就是当年那个 呃 真人版的 工科机动队 然后就斯嘉丽演的 那个很火 然后 我在淘宝上 看到有一家店 他复刻了 那个 脸会开的 那个机械机 对 就是那个 呃 机器的那 Gesha嘛 然后他把 他做了开脸效果的 然后他也是预定 然后呃 还还还挺贵 一千多块钱吧 然后过了半年 我就问你们 什么时候出啊 什么的 他就说你退款吧 这个做不了了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呃 北京不是有一阵 清退低端人口 然后他们那个厂 被拆了 就 哦 这是我 这是我遇到过的 一件事情 对 我有印象后来 他们都有一些 搬去河北了 有一些干脆 就搬到南方 啊 所以这个可能 也是一个原因吧 影响了很多 因为好像之前 可能北京周边 还有一些啊 北京情况太特殊了 就是 对其他城市 其实不像北京这么 这么要求 这么严格 但是最终 但是最终 大家在广东了 那可能就是跟他整个工业的 呃 发展有关 这个我们就不是很 对 明白 那那为什么没有考虑 彻底就搬到广州去呢 北京这个空气也不好 都那么冷 对吧 这几年的空气还挺好的 嗯 哦 比方气候不一样 我们搬去的话 我们也要在东莞住 然后同时也要在深圳或者广州住 这样基本上就是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地方租 租两个工作室 那还不如一个租在南方 一个租在北京 没有想这么多 我敢想到这样 没想到 就算是在我们不在北京租 可能也是在四川 或者就租一个地方 这样 加上我对象在北京 哦 那你们 你跟你BF没住一起吗 没有 因为他要上班 我不用上班 所以我可以住在郊区 住大房 哦 对 你们你们工作室感觉很大 你们这个房子 嗯 对 然后我那天因为他要上班 所以他也就需要住在市里一点 OK 哦 有意思 嗯 那所以 那还回到这个 随机男子这个系列 因为我感觉你们最近好像就是 嗯 随机男子之外 像那个Diablo 叫什么来着 是Diablo吗 Diablo 对对 Diablo 然后这个算是一个就是 番外对吧 不是随机男子序列里的 嗯 对 我感觉你们最近是不是呃 探索的更多了 因为我反正我有点记不清了 反正我好像预定了两个 Diablo预定了 还有一个呃 是008还是009 我有点忘了 但是感觉你们现在好多计划来进行 是吗 对最新的是07 然后Diablo已经出货完了 它是一个坟外 然后我们同时 同期还做了一个大卫 也是坟外 就是做一些各种 的尝试 都想试一试 恶魔已经出货了吗 我我我我不知道 我没看淘宝 对恶魔已经出货了 嗯 我是不是没有去付款啊 哈哈 你想去 因为淘宝现在 它是那个 私密号码 我们联系不到 过了三个月之后 所以我们没法像以前一样 给玩家打电话 完了 那那怎么办 我看看 哦没关系 可以 想想想起来 想起来 不快就可以 这 OK 说起大卫 我想起来了 呃 你们去参加那个线下的玩具展 对吧 嗯 这个可以聊聊呀 你们现在参加线下玩具展 嗯 有什么体验 包括现场会给你们什么样的反馈 不想参加 很累 嗯 不如在线上卖 省心 可能我们变懒了 没有 没有 不像年轻那么能说 对 参加一次线下展 我去丢了半条命 对 现在就是 真的是 身体没有 你也是没有年轻时候能搞了 年轻时候参加展会说跑就跑 现在 线下最累的时候是什么 最累的点是什么 就它要起大早 对 我们都是生活中节奏什么的都在调整 然后你还要把货整理货 然后搞过去 然后一系列在在场内又要待那么久 就是 很累 呃 对 可能就是不太适合我们现在 这个年纪 大卫现场卖的好吗 还可以 然后比我们当然是比怪棒 我因为怪棒当时也参加玩具展 应该是比怪棒好一些 但是没有线上 就是 嗯嗯 那当然你们现场卖了多少个 现场我们是200 是200 对然后线上我们留了200 因为一共是400 我我给我留一个我要一个 好呀我们线上还没开始卖呢 因为对 因为那个 接下200是先货 然后我们排期就始终没有排上单位 嗯 就后来250是没有卖 下面就是要要替海外的客户 我就是海外客户 呃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优化一下这个这个物流 可以往海外发 我们在我们在尝试 然后各种方案都都在试 再试一下 然后有一些海外专门做海外的渠道 我们也在接触 然后我们会逐渐的把这个事建立起来 海外最方便的方案是他会他如果会淘宝 这是最好的 对对对 他是最好的 只有亚洲的玩家 对我我现在就是用淘宝那个官方集运吗 但是我感觉好像呃反正你们店的官方集运 我总觉得有问题 我总觉得他那个单的状态好像不太对 因为呃我感觉他们如果是就是现货 就是你买了他就立刻发的 那种是比较简单比较顺滑的 对而且他发到东莞就是免运费的 但是你们这种预售的我我总是 我记得我好像还问过你们客服一次 他那个状态总是不太对 我总觉得我很怕就是错过 或者丢单啊 哦定定金的话 如果你下单的地址是海外的转运地址的话 他是没办法你主动确认收获的 但是那个没关系的 那个就是等系统自动确认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管 找真正的你的地址发货 哎对 所以感觉现在在海外要买你们的还是很辛苦的 就是淘宝有他自己的预售但是淘宝的预售好像他机制就是我们出货钱我们拿不到首款 啊 我们的首款就我因为我们要给工厂 首款是给工厂 所以就做不了 所以我们就在这种方式做一首 明白 因为我觉得顺着顺着刚才那话题 因为我就觉得像像随机男子这样的 其实是海外市场我我个人觉得非常大 超级大啊 光光亚洲东南亚这边我觉得就很多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呃去年底的时候呃泰国开了第一家跑跑马特 呃就是正式的开了一个旗舰店开在那个非常好的那个central world 就呃曼谷市中心呃很顶级的商场里面 对然后大排队大排队就是然后现在很多很多shipping mall里都开了 然后呃我自己的instagram就泰国本地的朋友呃现在他们有点像几年前 中国那个刚开始玩盲盒那个阶段就是非常狂热的在追 因为他单价也低 对吧可能五六十块钱就可以买一个 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都很喜欢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市场挺大的 因为呃就像我们刚才回顾的可能盲盒这种形态 泡泡马特那种东西呃在教育市场 呃一旦大家就觉得哎磨完这个东西是可以上车的 然后慢慢就可能会有会有这样的东西 对因为我每次呃在instagram呀晒晒这个单就好好多人问哪里可以买到 呃对对对但是呃因为海外其实也有呃我一直说我我可能就只追两个牌子 一个就是你们的呃还有一个是新加坡的一个一个艺术家 呃你应该知道啊对就是因为他他插画也很厉害 对所以我就追他那他那个其实也是在中国生产的 对但是他可以在他艺术家的官网订然后发货 我比较了一下他那个呃国际官网发货呃送到泰国比我在淘宝买要贵一个三四百块人民币 哈哈哈哈 哦那因为物流估计就要对对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在淘宝直接买就完了对对但是对于很多海外的用户来讲其实他不在意因为他用不了淘宝对吧他他可能就对他来说是一样的啊那个运费也是要付的所以还就就可以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很期待就是呃因为我我一直觉得你们这个不光是审美在线了 我之前跟Jord说过很多就是其实现在我感觉啊就是瞄准这个垂直市场的玩具很多甚至我觉得越来越多对吧你们应该也会看到很多同类的这些东西那我就觉得有一些因为我我跟你们聊下来我就觉得你们基本上还是比较呃艺术家范儿的或者你们的习惯吧对吧更多的是从自己出发你们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们才去做 但是从品质来讲我觉得因为你们毕竟是呃有专业背景的我觉得你们的比例也好这个线条也好美感也好都是很在线的呃而且你们还呃专门跑到东莞去监督的他的生产啊品控啊这些对吧等于是呃从创意到流程等于你们是一个全流程在把控的对所以我觉得呃出来的东西品质就会很好但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怎么说我都觉得他可能只是为了去戳那个性癖满足特定群体的需求就把这个造型就啊我就上白袜我就上这个大块的胸肌什么的对吧上胡子啊什么的呃但那个东西做出来我就觉得不美我甚至觉得他透视比例都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胳膊粗但是莫名其妙的粗就感觉跟他身体也是不搭的对你们怎么看这种你觉得他们在抢你们的市场吗呃 然后这种这种这种你觉得就是说跟你们是竞争关系吗还是你们不care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就是你喜欢的不同吧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们会在意就是因为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市场大概有多大吗嗯但是坐下来之后我发现呃 啊偿命的很少嗯我们到七款了基本上每年都会出来很多个新的牌子但是他们都没有坚持坐下来就是两款就没了是吧嗯两款过了所以现在我考的一个朋友对我们的那个就是说抢抢市场啊或者什么的影响不是很难其实不大再一个就是针对造型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作者 很多作者都不是特别合作者的美术基础都不是特别合格不是特别就是技术科不行总是觉得就差点了当然我们也是呃做做的东西不是那么成熟啊但是我们到现在这个造型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至少从004开始我们的整个造型语言啊造型风格啊都 区乘处 那作者他可能需要 写一段时间才能 出来呢 对因为我觉得 可能很多人 没有在网上图看的那么细啊 但是我因为一直买 而且我其实是 很在乎细节的对我就会觉得 就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你看这个 这个脖子后面的这个处理 对吧这里就是有一块 那个就是胖胖的 这个就没有对这种 其实是特别小的一个细节但是他有了 以后他就很美他就很符合 那个解剖 人体解剖的那种 那种感觉对所以有的 东西我觉得是说得出来 有的东西说出来就是一个一个审美 嘛对所以我一直觉得 你们的审美是很在线的 你们也会不会有有有 冲动比如说哎我把这个量 做大一点或者说 呃呃 把它规模化那可能就不是你们 两个人了你们可能需要更多人你们会考虑吗 还是你们就坚持像这样一个更加艺术家更加手工作坊的方式 去做我们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把公司做大 我们其他有通行也在雇人然后做做 就是请人来做具体的这种事比如说品控呀或者嗯 我们要怎么管理人我们一想要面试就很烦头很大还就万一你要面试然后又要请他请他然后要考核他考核完之后不合适你还得辞退他就有点社会对很难辞退人我每次要就要是开人的话我感觉我会死 嗯就是就是就是也要看我们之后的发展对我们对这个东西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感觉其实是想尝试的对要做大的话就是下一次的赌啊感觉就像是 哦需要因为会有新投入人员的开销对嗯 可能需要计划好啊或者是预测一下或者是准备什么新的东西然后再再来考虑那些情况 对但是我们目前蛮稳定的目前我们的数量空我们的数量没有在涨就不限量数没有在放量啊就是因为现在感觉蛮稳定的就是做个一千多个玩具 我们那个每次看货什么的就呃流程很顺我怕突然搞一个变化然后我们都控制不了就到时候就时空翻车的哪怕是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比较熟的情况呃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出问题 明白各种不太敢呃那你们有有没有收到过一些比如说那个海外的邀约啊不管是想带领你们呀 或者说呃想跟你们合作呀 有有有的一些玩具公司吧啊大的玩具公司嗯大的玩具公司应该不会关注我们这个题材因为我们 就是说最终还是一个啊细分的市场嗯就比较小小众的东西 对大的玩具公司基本上不会关注到我们的话嗯 代理只有来问的然后我们给到代理我们给代理也是蛮简单挺简单的 会考虑再三然后再决定代理的合作 嗯OK所以代理是有可能的啊嗯 对应该是有可能的好泰国的代理我先申请一下哈哈哈哈哈哈 这这这段我会剪较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很棒对而且 泰国有一个点是呃你不用完全看本地的消费力呃 呃因为泰国的游客经济非常强非常强 对所以每年跨年也好呃送干节就是马上四月份他们的新年破水节呃 呃然后圣诞节啊什么这些大的节哇全亚洲的给都来哈哈 真的非常夸张非常夸张就是呃而且就是呃万代的那个高达基地 东南亚最大的那个高达基地就也是开在泰国 对所以呃他们这种呃他们这种东西就是因为相对来讲我觉得 磨完的这个消费不算太高的对这个品类不算太高呃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适合就是他外来的游客也好 因为像新加坡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又很小对吧 虽然他们GDP很高但他市场太小了 所以你去开一个店是非常不划算的但是你开在泰国就很划算 因为他们新加坡人来非常方便他可以辐射到整个东南亚 最后问一问就是你们呃对于未来有哪些计划呀 因为像呃随机男子已经是一个系列了对不对 然后呃我看群里也有很多人问别的包括你们自己是不是也有些呃未来的计划 哈哈哈我们我们是属于拖延症哈哈哈 我们随机就是呃已经有的系列就是正常正常推薪 买一直一直到销就是销量还可以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做 然后我们其实始终对玩具之外的事都还挺感兴趣的 嗯然后想要找一些呃尝试其他更更新鲜的创作的方式 比如说呃印刷皮读的印刷皮或者摄影相关的东西 但摄影现在不想做摄影就是图片摄影太过时了 然后摄影媒体也不也不适合传播那个图片摄影 然后一些呃创刻的东西植物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都想试试 但是都是很长远的计划因为他不会短期内都不会做起来 眼前的计划就是先做好目前的工作 然后帅哥先做好目前的工作 然后希望有更多时间来开拓新的新的新的兴趣爱好啊 或者系列啊什么的就是好呀 别人不同的东西吗嗯好呀 要考驾照哦 今年我要考我一今年我一定要考出来驾照 好的加油你有时间学车吗 有晚上学吗 哦在北京学在广东莞学 东莞啊对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作为一个买家吧 我我觉得我还是要呃对创作者表示感谢的 对因为我觉得就像就像这期的标题啊 我觉得呃男孩子也要有自己的玩具 而且可能是成成人化的玩具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 呃就是呃 我们感谢我们我们是特别感谢 就是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还有包容 因为有时候我我会拖延症比较严重 对就是没事你们只要有延期里就可以 哈哈哈哈 对呀 但是我们的这个工作节奏啊 这些我们的这些缺点 对我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呃 我觉得在在在我的世界观里我会觉得说呃LGBTQ的人群 其实在人群里的比例一直是固定的 对但是呢过去可能呃自我表达自我认同的比较少 对吧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呃80后90后可能是第一代呃 呃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呃 呃就像刚才聊的就是我我我拥抱我自己 对吧我接受我自己的身份 而且我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呃 呃我觉得我可以和异性恋一样的呃 呃拥有一个生活 拥有自己的快乐 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爱好 对因为我的播客也采访了呃 呃很多人很多人嘛 对我觉得LGBTQ很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呃 这种某种意义上我一直觉得你们这个玩具也是做给自己的 对吧是你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呃把它表达出来 那呃和你们一样的人也会从当中我觉得受到很多怎么说呢 嗯 我觉得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很很现实的鼓励耶 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知道吧 呃我们被代表了 这是这是代表我的 呃就是 对 文化的氛围 对对对对对 我们有属于自己的电影 有自己的这些呃小说 对吧有自己的这些文化 我觉得我潮玩的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被代表了 对所以呃 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做下去 哈哈哈 谢谢 特别感谢 可以可以做的越来越好 对 好呀那呃呃这期差不多这样 然后呢呃我的播客有一个呃传统就是我问了你们很多问题嘛 对 然后最后呃让你们来问我一个问题 嗯我们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你做这个呃播客媒体的初衷 然后你对这个呃这件事的期待什么就是你想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呃形态或者规模也好 嗯 嗯跟你们的回答一样 没有期待 随便做错 哈哈哈 开心就好 哈哈哈 就是尝试一下 对 嗯 反正我最近的心就是这两天的心得体验就是想做什么就先做做了再说 对对对呃 心路历程其实也是有的 因为呃呃我其实想做播客很久 对包括你想我我我我之前在微博上最早就是呃游戏博主嘛对吧游戏的KOL 就是但是呃呃我我是觉得呃前几年尤其是疫情的几年 我觉得我的呃呃表达抑是衰退的啊就是我不想说话了我我我非常明显的感觉是从美国末日二开始啊 嗯嗯 那个之后我取关了好多游戏博主然后我就不想发东西了对这个是一个事件吧你很受伤是吧嗯 对我很难过这么好的作品然后哎我就非常难铺天盖地无无就是没有没有非理性的去辱骂是吧嗯 对我好难过呀然后我感觉我的表达欲受到了伤害然后我取关了我 嗯感谢你没有取关我哈哈哈呃嗯对所以所以我我觉得表达欲受挫这件事情呃其实挺复杂的吧对但是可能有几个点第一个当然是最直接的还是疫情的关系对就是一个非正常的状态啊呃我印象很深就是2020年的时候 1月20号我这是从呃泰国回回上海对跟我跟跟跟我BF我正好在泰国过生日过完生日回上海呃我们在因为我们在香港转机从香港回上海的飞机上我我BF就开始戴口罩了因为消息开始出来了就说那个疫情要来了什么人传人啊武汉那边已经开始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消息包括谣言都开始出来了对 所以就觉得已经不太对了当然后来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尤其是呃上海上海分城的两个月哇那个真的呃打击非常大对对对对对我和我BF的身心打击非常大哈哈哈哈哈哈就是嗯 嗯因为有点事离开上海的对呃这个算是一个直接原因对因为我就觉得用我的话说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肥皂泡破了对原来有一个肥皂泡就会觉得呃呃呃如果要我呃继续待在中国那我只会待在上海因为我觉得上海是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下因为我本来就上海人对吧我会觉得上海是最好的呃 但是分城那两个月我就觉得很多你那个觉得上海可以例外啊上海可以因为你想那个时候在在在那个上海分城之前上海传的消息都是什么最小的那个什么分控区域什么一间奶茶店对吧都是这种就感什么精细化的防控就感觉好像就是呃呃呃可以做得很好而且感觉就是慢慢的往那个解封的那个方向走了没想到来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负面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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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你懂吧 有那种希望的破灭对把你日常的那种节奏打乱非常可怕呃而且而且那个时候是现在知道是只分了两个月那个时候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没有希望的人很绝望对因为呃四月开始然后五月大家以为会解如果没有然后大家都在开玩笑说那个儿童节解封当然后来是六月份是解了但是如果六月份不不解也没有话说 或者你只能按照政策走对吧呃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气氛真的蛮蛮夸张的我人生里没有经历过什么水都买不到我们下楼去去买一箱水呃还是团购群里的邻居没见过的大家都戴着口罩戴着手套感觉像做贼一样真的就像做贼一样偷偷溜下去然后去拿而且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原来说好是两箱水他们家一箱我们家一箱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也也不敢去问门口就一箱我们也不知道是被人偷走了还是怎么样然后那个邻居我们那个邻居也很不好意思但是他就拿了一个他也没说话默默的他就走了他也不敢跟我打招呼我觉得他可能心里也觉得不好意思吧但是我也 不好说跟他去抢说这个是我的或者怎么样你懂你懂吗但那个那个让我感觉非常难受非常难受我就是觉得很多美好的东西一下子全部破灭掉了嗯我明白像丧尸电影里面一样对真的我觉得我们那个小区还算是比较好没有特别的呃就是我们我们反而邻居还是比较团结和睦的对但是整体的氛围 又是极端压抑和黑暗的对所以所以我觉得那个那个肯定是很直接的原因再加上我微博被封了一年啊呃原因我也不说了反正就是封了一年也是因为转发还不是我发了什么我转发了一个什么然后莫名其妙被封一年呃对然后就对我的打就是对我的表达欲的打击非常大对所以我觉得我我搬到曼谷以后呃就慢慢恢复了精神健康 哈哈哈哈哈哈就是这个感觉对然后对对对对对真的是精神健康啊我对然后表达欲表达欲就回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因为的确和国内的很多朋友就呃不太能见面了对虽然他们会经常来泰国对但是就是都是网上联络所以我也写我也想说哎做一个播客可以不管你在哪里我都可以跟你们聊一聊对吧而且呃 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东西所以呃可能又会比平时朋友之间的闲聊聊的反而更多一点啊会讲一些大家不会聊的对因为我觉得像像今天这期我觉得跟你们聊了以后呃就跟我之前想的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呃也是一种和朋友加强联络的一种方式吧对保持交流的一个方式这其实就是一个初衷我就觉得呃更自由的去 然后在机会表达对对所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目的哦好我感觉这样子哈哈哈哈但我们没有呃就是很少会做这样的谈话嗯对啊所以我也很开心说呃我我我跟我就的说想做的时候你就没有没有回去呃呃呃答应我来聊一聊我觉得蛮好的呃因为想我我极确很想了解你们幕后的这些故事 因为我觉得肯定 两个人要一直做是不容易的 会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对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拿出来分享的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今天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午夜神聊 哇 我们这个超牛逼 我们录了快三个小时 差不多 我就是很感谢大家 对我们工作的 认可和支持 怎么这么官方啊 工作的认可支持 我拖延症很严重 我有时候会忘了回消息啊什么的 就是很 有时候会心里很过意不去 但是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拖延 我替 我替那个 所有的买家和粉丝说一句 就是没关系 你只要多发一些性感的路由照片 就可以了 补偿一下大家 我已经是吧肉肠 我也没有锻炼了 我现在已经不好意思发了 没事 哎你你你我我先我先我我我我再我再我再爆料一下你instagram发你为什么朋友圈不发啊 哦我朋友圈啊啊啊是不是 为什么可能因为我朋友圈的 嗯没事我不是我不是让你来解释的我只是戳你一下啊 嗯嗯这都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我没有想到我你就是聊到哪说到哪啊就聊什么话题我都很能说 就是如果你很能说啊挺好的 你以后都来说说 说很多但是闲聊的时候我有时候话比较少 嗯 我的脑子就是 江湖 就是经常是江湖 说到上一句忘了 你你你你直播你直播爱喝水已经出名了 所以你脑子里可能主要是水 就是水多 这里水多 好的好的 好吧那就这样吧 不打扰你们休息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